欢迎来到我们的六度领袖节目 今天我们有几条重要的新闻要和大家分享 首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 他愿意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对话 这一言论得到了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的积极回应 称这比谈论战斗到最后一个乌克兰人要好得多 接下来我们关注美国政坛的最新动态 总统拜登宣布退出2024年大选 并全力支持副总统哈里斯接棒挑战特朗普 这一决定引发了广泛讨论 最后微软全球云计算服务发生当机 但中国大陆几乎未受影响 这要归功于中国在网络安全领域的自给自足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天下文章报道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接受BBC采访时表示 他愿意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对话 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对此回应称 这比谈论战斗到最后一个乌克兰人要好得多 这一表态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关注 认为这是乌俄关系可能缓和的信号 此外 德国内政部长在欧盟外长会议上 敦促以色列停止在约旦和西安的定居活动 并要求以色列认真对待国际法院的裁决 与此同时 孟加拉的抗议活动因反对政府重启配俄制度 而演变成暴力冲突 导致超过500人被捕 尽管最高法院已基本收回该制度 但抗议仍在持续 深刻中国节目报道 乌克兰外长德米特罗 库列巴将访问中国 此次访问由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发起 旨在讨论如何结束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 以及中国在实现持久和公正和平中可能扮演的角色 这次高风险的访问 不仅关乎双边关系的现状和发展前景 还涉及恢复和平 深化对话和扩大经济合作 莫斯科对此保持谨慎态度 强调与中国的关系至关重要 而基辅的西方盟友则认为 中国在这场战争中是俄罗斯的主要支持者 尽管北京自称中立 科技简报节目带来震惊全美的消息 总统拜登宣布退出2024年大选 并全力支持副总统哈里斯接棒挑战特朗普 接下来的一个月里 民主党内部可能会出现多种竞选局面 值得持续关注 微软的全球云计算服务发生当机 但中国大陆几乎未受影响 这要归功于中国在网络安全领域的自给自足 国内企业纷纷转向本土网络安全供应商 确保了业务的连续性 最后 加拿大经济疲软和失业率上升 家园面临下行风险 专家预测未来几年加拿大家庭将面临更大的经济压力 投资者也纷纷对家园持悲观态度 明镜电视的评论节目中 讨论了美国总统乔·拜登 在多方压力下决定退出连任竞选 并支持副总统卡玛拉·哈里斯接替他的位置 拜登在与特朗普的辩论中表现不佳 导致党内多名议员、公众人物 以及高层领导人呼吁他让位 拜登的退出也引发了全球领导人的各种反应 从赞赏他的外交成就到尊重他的决定 不一而足 同时美国的富豪政治体系再次成为焦点 显示出无论谁上台 这个体系都难以动摇 今日华尔街的六度解析节目 探讨了美国人对拜登决定撤退的分歧 拜登宣布不再竞选连任 并支持副总统卡玛拉·哈里斯挑战特朗普 这一决定引发了全国范围内的争论和广泛讨论 支持者和反对者各执一词 形成了鲜明的对立局面 这一变化不仅改变了民主党内部的动态 也对全国政治格局带来了深刻影响和思考 哈里斯能否团结民主党并成功挑战共和党 特朗普是否会再次参选 这些问题都将在未来几个月内逐渐明朗 明镜想点就点的深刻美国节目中 探讨了卡玛拉·哈里斯那些奇怪又搞笑的言论 从他的What can be Unburdened by what has been 到他对维恩图的热爱 再到他在波多黎各拍手的趣事 这位副总统的种种古怪言行 已经成为网络名音 年轻选民更是将他视为有趣阿姨 哈里斯的支持者们称为K-Hive 热衷于他的古怪意识 甚至还将他的椰子树笑话 编辑成流行音乐视频 这些言行到底是他的真实表现 还是另有深意 节目深入探讨了这些问题 网易 美国第46任总统小约瑟夫·罗比内特·拜登 退出了2024年大选 这一决定背后有着深远的政治考量 拜登此举是为了让民主党在大选前的几个月里 全力阻止唐纳德·特朗普成为第47任总统 当前的政治环境充满了混乱和危机 特朗普则在这种环境中利用虚假的爱国主义和力量宣传 推动无政府主义和恶毒攻击 拜登的退出被视为一种英勇无私的行为 旨在为民主党争取更多的胜算 网易 特斯拉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回应了唐纳德·特朗普 关于结束拜登政府电动汽车政策的承诺 表示特斯拉不需要补贴来生存 特朗普在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宣称 他会在上任第一天终结电动汽车政策 认为这会拯救美国汽车产业 并为消费者节省数千美元 马斯克在社交媒体上回应称 特斯拉并不依赖补贴 强调特斯拉在2018年触发了联邦电动汽车税收抵免的 逐步取消 并在2020年实现了全年盈利 证明了特斯拉即便没有补贴也能蓬勃发展 明镜 想点就点 欢迎收看深刻美国节目 今天我们探讨一个震撼全美的事件 一场电视节目竟然终结了一位总统的政治生涯 拜登在一次混乱的辩论后宣布退出竞选 这让人联想到1968年 林登 约翰逊和50年前尼克松 在电视上做出重大宣布的时刻 拜登的年纪和健康问题早已引起质疑 但真正致命的是那场黄金时段的失败 1400万初选选民的支持和5130万目睹他失态的观众 形成了鲜明对比 而数字媒体的无情循环使得这一刻成为全民焦点 彻底改变了历史 网易 作者猫哥 来源大猫财经pro 拜登在7月21日宣布退出总统选举 转而支持副总统哈里斯 这一决定虽出人意料 但早在上次候选人辩论后已显路端倪 拜登在辩论中表现老态 金主们失去信心 民主党内逐渐倾向支持哈里斯 哈里斯凭借与奥巴马家族的关系 及其女版奥巴马的形象 获得了广泛支持 他的崛起之路并不光彩 从旧金山检察官到参议员 再到副总统 他一路靠着金主的支持和政治交易攀升 他的政治生涯中充满了争议和丑闻 但他的多重身份标签时 他在美国政治中占据了有利位置 尽管他的竞选前景并不乐观 但他的故事仍然吸引了广泛关注 网易 刚拿到中国投资 新西兰总理拉克森突然翻脸 称中国为战略竞争对手 并指责中国间谍活动和网络威胁 这一转变与新西兰参加北约峰会有关 峰会上北约将中国定义为系统性威胁 新西兰随即紧跟美国步伐 选择站在对立面 这种态度转变让人联想到澳大利亚的前车之见 澳大利亚曾应对华强硬态度导致经济受挫 最终不得不调整政策 新西兰如今重蹈覆辙 可能面临同样的后果 中国作为新西兰最大的贸易伙伴 其政策转变可能对两国关系产生深远影响 网易 7月 北方昆曲剧院在香港参演中国戏曲节 带来了长生殿等经典剧目 北昆院长杨凤一表示 十年为赴香港演出 此次演出改变了观众对北昆的认知 赢得了广泛赞誉 北昆的演员阵容强大 剧目丰富 特别是女蛋感动了许多观众 杨凤一希望未来能带着北昆的新创剧目 走向国际舞台 让世界看到昆曲的魅力 他强调 北昆秉持大昆曲理念 致力于传承和发展昆曲艺术 此次赴港演出是北昆国内巡演的一部分 接下来他们还将前往爱丁堡继续演出 网易报道 7月22日中国央行宣布 一年期和五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分别下调十个基点 五年期LPR降至3.85% 使得全国首套房贷利率有望 进入两字头时代 这意味着以100万元商贷额度 30年等额本息还款方式计算 月供将减少57.3元 30年累计减少2.1万元 同时宝马中国宣布退出价格战 7月起全系车型涨价 I3涨近2万 X1 X3 5系分别涨5千8千2万元 此外 稳健医疗线上渠道为 全棉时代贡献超过60%收入 成为利润主要来源 高盛上调小米目标价 至23.2港元 预计其物联网及智能电动车 销售增长稳健 财联社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宣布 退出总统大选 副总统哈里斯接棒参选 引发全球市场动荡 拜登在社交平台发布书信表示 尽管有意连任 但为了党与国家的最佳利益 选择退选 拜登的退选 主要由于身体状况不佳和民意 支持率低迷 哈里斯的接棒被认为是民主党的一种策略 但他在任期间表现平平 存在感不强 特朗普表示 击败哈里斯比 击败拜登更容易 美国选举制度复杂 民主党的选民态度上难预测 专家指出 无论新总统是谁 对华政策不会有本质改变 遏制中国的霸权思维仍将持续 网易再次报道 拜登退选消息引发美股开盘上涨 那只涨幅达1.31% 拜登在退选信中称 美国从未像今天这样处于领导地位 降低了要价 扩大了医保范围 通过了第一步枪支安全法 并战胜疫情和经济危机 拜登的继任者哈里斯是名校法学博士 地方检察官出身 拥有双重少数族裔身份 他对华态度延续拜登作风 曾抹黑中国并发表敏感言论 特朗普则表示 击败哈里斯比拜登更容易 中美关系不会因总统更替而缓解 特朗普对华态度鲜明 主张经济打压和科技封锁 拜登任期内 中美贸易战中国反而赢了 电商企业加大出海力度是重要原因 马斯克公开支持特朗普 称拜登是傀儡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为大家搜集 整理的 认为有价值的信息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 谢谢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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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